我们接下来就要先来进行今天的一个课程的讲解 在这里面的一个范例 范例就是当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取得范例 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个范例是否网路上的学员 不是各位 今天你们只要到这个地方来去下诊就好了 可是如果日后你回家的时候 假设你有兴趣上我的大数据分析好了 你就可能要到这个地方来去下载 这里面有40多种不同的课程 我现在希望今年年底达到50个不同课程的系列 50个不同种类的系列 来跟各位来去做分享 那我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课程就是 先把档案下载下来 范例档案下载下来 首先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范例是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是一个网址 是一个网址 所以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建议各位哦 开启浏览器的话 看你们习惯是哪一个 像我现在给各位是 HTTPP冒号斜线斜线 所以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IE或者是chrome都可以 我个人比较习惯使用chrome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10.2.2.26.139 然后记得再输入冒号 冒号 10.2.26.139 冒号8080 但是这指线今天我们在上实体课程的同学 就是在座的各位哦 那日后你们要去下载是要去另外一个实体的一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它 点选它 好 点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下载 再点一下这个简报档案 点一下它就可以自动下载 下载之后 这个两个档案会在什么地方 好 当然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 在开始的隔壁两个地方有文件 文件里面的下载 是不是这边有两个档案 对 这就是刚刚下载的两个档案 就麻烦请各位哦 先完成范例的取得 有了范例我们才能教后面的一些事情吗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范例的下载 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 好 好